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然见识广播 多谢皇上赞赏 那你们还会不会认为刺客 是平息王府的人呢 皇上圣名 奴才差点拥有了忠良 忠良 关于刺客这件事事关重大 在为查清刺客身份之前 你们切记不要传扬 解书 所罗徒 堕龙 这件事就交由你们三个去办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查 你们退下吧 奴才告退 小贵子 你知不知道朕 怎么知道横扫千军 和高山流水这两招的 皇上英明 当然什么都知道了 你以为朕是神仙啊 其实是那些侍卫告诉朕的 原来是这样啊 也算无英雄 他福大命大 要不是皇上英明啊 恐怕他父子俩不死也差不多 但是朕说小贵子还是你走业 可是皇上 奴才不是 小贵子 想不想发财 皇上不叫奴才发 奴才不敢发 皇上叫奴才发 奴才不敢不发呀 朕要你发大财 你将那些兵器和内衣 拿给一个人 无英雄 贵大哥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啊 太后打了我三掌 我的内伤又发作了 可惜我和师姐 都没有带医治内伤的药 不然可以帮你医治了 听你这么说 我好了很多了 喂 你快点想办法带我们出去啊 你喂喂喂 为什么喂 出去 这里是皇宫啊 你以为是你家 说出就出 要想办法的嘛 况且你有伤在身 只要你出这个门口啊 就被人给抓住了 不知道我们的人 到底死了多少人 或者是被人抓住了多少个 想知道 也不是很难的 那真是要谢谢你了 贵大哥 尤其是刘师兄啊 他是师姐的新主 小君主 刘一舟 可惜 可惜 刘师兄那怎么样 是啊 贵大哥你快点说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我又没见过他 不过妈 你要叫我三生老公的话 你就尽管帮你查查 贵大哥 你要帮人的话就镇静一点 我帮他 我今儿可在这儿做太监 还不是因为他当日 老想着和刘师兄成亲 见死不救 如果让我碰上那个刘一舟啊 我一定恨恨地揍他一顿 然后问问他 为什么偷走我大老婆的心 让我欠了他 你会杀死刘师兄啊 不是 我就给他静身嘛 让他试着做太监的滋味 师姐啊 什么叫静身啊 别听他胡扯 狗嘴里吐不住象牙 哎呀 你又要我帮你 你又怪我 好 尽管看着你的刘师兄 怎么做太监呢 不过妈 除非你求我 贵大哥 你这就不对了 见义勇为 这才是英雄好汉的所为嘛 你又怎么能让人家 开口求你呢 好妹妹 在这个时候呢 我应该教你做人的道理 英雄好汉呢 通常呢 真的死得很惨的 这么混账的事 我怎么会干呢 我最喜欢人家求我了 你叫我好老公 亲老公 老公 你叫得越精神呢 我办你事来就越起于劲啊 贵大哥 我求求你了 叫老公 不行啊 不行啊 我师姐将来要嫁给刘师兄的 怎么可以叫你老公呢 什么不行啊 他说我老婆 我娶定他了 我管他刘一舟 刘定帮 刘什么 刘口水 刘鼻涕呢 小郡主 我们不用求他 我们自己想办法 好啊 那就自己慢慢想办法喽 撤番之事 看来皇上也不会再提了 过一两日 父王就准备回云南 父王你离开云南这么久了 你应该早点回去看一看 除此之外 我准备到神龙教 去跟洪教主商量一下 神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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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功别处一致 诡异莫测 而且他未处于东海 如果他肯跟我们通力合作的话 就可以牵制朝廷的水师 对我们大为有利 禀告王爷世子 贵公公来了 快请 是 父王 你要不要回避一下 不必 我也想看看他的来意如何 贵公公 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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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不知贵公公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希望贵公公千万不要见怪 不必客气 你不用这么客气嘛 这日的 很像 真的很像 这么面熟 真是像极了 贵公公 我在哪见过你呢 这么面熟啊 贵公公 你准是认错人了 他只不过 我想起来了 他想服侍过我的老仆人福婆呀 不过可惜啊 他去年已经死了 不然的话 我带你们去看看 包裹你们说像啊 老伯 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位失散了的兄弟呢 回贵公公 小的是家中独子 并无兄弟 贵公公啊 怎么会有长得这么像的呢 真是的 贵公公 请坐 不用了 世子啊 皇上叫我拿点东西来给你看 不知道你敢不敢看呢 贵公公 在下一向胆量不大 受不起惊吓 你受不起惊吓呀 可是你办起事来 可胆大包天呢 皇上叫我来问你 昨天你一共派了多少刺客 入宫行刺皇上 贵公公 贵公公 皇上对我们的大恩大德 我们做牛做马都报答不完呢 又怎么会有异心呢 贵公公 是吗 那这些 怎么解释啊 贵公公 并无此事啊 这一定是仇家陷害我们的 我们没干过这种事 贵公公 你一定要向皇上言明啊 这些全是昨天晚上刺客留下来的 至于哪一库呢 也是从死了的刺客身上拨下来的 全是贵府的宝号啊 贵公公 我们父子仇家甚多 这一定是仇家所设的圈套啊 你这么说也未尝不是没道理 但是我相信了 皇上未必相信啊 贵公公 只要您向皇上言明 皇上明察秋毫 他一定会听贵公公所言的 在下父子身家姓名 就是贵公公所赐啊 起来再说 谢谢贵公公 世子 真的不是你做的 绝对不是 皇上对我们安重如山 我们又怎么会做这种 十恶不赦的事啊 好 我信你 我结交你这个朋友 不过 此事非同小可呀 万一查出来真是你做的 你不只要满门抄斩呢 就连我这个 贵公公 请您放心 我对天发誓 在下 那你认为是什么人做的呢 世子 在下父子仇家甚多 一时之间我真的想不起 是哪路人马所为 世子 你又要我在皇上面前替你表白 可是你又说不出刺客是什么人 那我很难令皇上相信的呀 这样吧 你想想自己有什么仇家 你耍几招武功给我看看 我好回去打给皇上看 就说是刺客的武功 那皇上才相信的嘛 那贵公公果果然妙计 杨一芝 在 你马上打几套功夫 向贵公公赐教 是 小王爷 我们平西王府仇家甚多 其中以穆王府武功家属自成一派 很容易认得出来的 好 那就算穆王府不早运了 好棒好棒 杨大阁武功果然高强啊 贵公公真是见笑了 不知道刚才那几招可不可以 行了 是王府的高山流水河 横扫千军吧 实在太好了 贵公公你一看就知道是穆王府的武功 我们平西王府有救了 你见笑了真是 贵公公 我们全家数百口的命 就全在贵公公您的手上了 我们既然是朋友 何须客气呢真是 对的对的 贵公公的大恩大德 要几十三言两语可以报答呢 昨天晚上宫中有刺客忙了一夜 真是有点腰酸背痛啊 以前我的老朴人在世时啊 他经常给我捏几下的 世子 不知道你这位老朴人 会不会这一手啊 他能帮我捏几下的就真开心了啊 贵公公对平西王府有这么大的恩德 如果不嫌小的笨手笨脚的话 小人愿意效劳 公公请坐 那我不客气了 好舒服啊 这边这边 自从我那老朴人去了世之后 从来没试过 两年了没试过这么舒服的 想不到这位老人家手艺这么好啊 世子啊 我有小小的不情之请啊 贵公公请讲 不知世子那么割爱 将这位老人家送给我呢 启禀贵公公 得到公公的抬举 真是小的的荣幸 只不过 小的从受平西王的大恩 而且历世终生追随平西王 所以对公公的厚爱 只好心领了 贵公公 这位亲兵追随家言东正西讨 已经有好多年了 是家言最幸运的 世子 我跟你开个玩笑 我又怎么会要这位老人家呢 时候也不早了 我要回去给皇上复命 老人家 我明天再来试你的手艺啊 世子 告辞了 来人 贵公公的大恩大德 怎么报也报不完啊 这里小小意思 麻烦贵公公 代为分派北各位侍卫 在皇上面前 为在下说几句好话 喜托在下父子不白之冤 我别客气呢 这要的要的呀 请了请了请了 请 恭送贵公公 父王 父王 刚才 我不想暴露身份 所以暂且忍让 现在看来 我该马上离京 以免节外生枝 是的 杨一支 立刻打点一切 灵命 小贵子这个狗奴才 把日本王要不将你碎尸万段 请了谢我心头之恨 做得好 朕知道吴三贵 一定会被你吓得 马上收拾包袱 漏夜离开京城 你呀你 竟然让平夕王给你捶背 亏你想得出来 你爷爷的 皇上说过 叫我不要石川的 但是奴才看不过去 他们父子俩欺负皇上 所以爽爽他 我跟他忍不住笑了 好 这招随机应变 实在用得太妙 你老老实实告诉罪 你究竟发了多少财 你爷爷的 奴才不敢欺骗皇上 围供收了吴应雄 五万两银子 他说其中一万两分给奴才 其余四万两分给宫中侍卫 对呀 一万两够你吃一辈子的了 不要 奴才当然不要了 奴才跟着皇上什么都有了 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让我说呢 应该将这五万两银子 以皇上的名义 分给宫中的侍卫 干吗让吴应雄 和吴三贵收买人心呢 既然公公这么说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对了 多总管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 你帮我查查 抓回来的反贼之中 有没有个叫刘一舟的 刘一舟 因为这个人呢 对查问反贼的来历很重要啊 通常反贼用的都是假名啊 不错 多谢公公提点 所大哥叫我的 来个二一天作物 先收起五万两 哥哥哥啊 那个钱老板呢 又送来一只什么什么燕窝人参猪来 现在在御膳房等候呢 什么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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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老板啊 哎呀 此猪不从笔猪 这支是燕窝人参猪 不要了吧 你上次给我的花雕福灵猪 弄得我虚火上升 麻烦不堪呀 你现在有什么人参燕窝猪 麻烦你才回去慢慢享用 我自本虚不受补啊 你真是的 你看看 你脉搏 碰碰的跳啊 吃了花雕福灵猪 你真是不同了啊 是 是吧 是啊 那这支猪真的不同啊 这支猪呢 这一天要为最好的酒造给它吃 过一天了 我来给你烹调 保证你散不绝口 那 您老二说说说啊 这不是最后一支啊 最后一支了 要不说我就翻脸了 好 你翻脸吧 好 妹妹大老婆我回来了 你又来胡说八道了 老公一张嘴就被人骂 大不了不吭声了 你不瞎扯啊 人家怎么骂你啊 桂大哥 你查不查得到 哇 你怎么情绪波动这么大呀 查到什么呀 那些侍卫说呢 没抓到一个姓刘的人 如果刘叔兄被抓 他会说是姓夏的 因为吴三贵的女婿 就是他的叔父 那你不就是 吴三贵的亲戚 不是啊 是假的 不管是真是假 你们也别想 在看见刘师兄了 为什么 因为 为什么 因为连我都想娶你当老婆 那皇上看见 还不封你为妃吗 是姐 喂 干吗不骂我 我等着你骂我呢 算了 不骂就不骂吧 帮我看看写的什么 谢谢 哼 哼 他不看你看 哦 高深茶楼说英里传 我明白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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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相助 跟我来 跟我来 别动手动脚的 各位各位各位 是不是穆王府又耍什么花样啊 请唯相助过目 喂 这玩意儿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呀 你读书来听听 哦 哦 哦 是穆王府的木剑声 邀请我们来饮宴 喂 乡主 你认为我们应不应该去啊 那你们这几个老忙疤呀 又找我背黑锅 你们这群老家伙 还嫌我背黑锅背得不够 你们又想出什么搜主意来呀 既然大家想吃顿饭的话呢 我情无所谓 但是如果想为我省钱呢 你就豁出去 到穆家吃他一顿 不过呢 穆建成找我们来是谈徐大哥的事 如果不去呢 岂不是游存我们天天会的威风 既然是关于徐大哥的事 就算上刀山下游过 我连你眨眼也不会眨的 我们就给他来一招 并来将挡 睡来土也 插来张口 饭来身手 看他奈我如何 小公爷今日约我们来 不知有何指教呢 为相处严重了 指教不敢当 请徐师傅出来 徐大哥 徐大哥 你没事吧 来 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过被吴三贵的手下 卢一峰那个狗冠抓走了 他还说要饿死我这只老猴子 幸好有穆王府这些英雄相救 不然的话 恐怕再也见不到你们这些兄弟了 原来是吴三贵那只老狗 抓走了徐大哥 怪不得我们查来查去 也查不到消息呢 小公爷 这是全靠你们救了徐大哥 伟乡主严重了 在下这次除了要把徐师傅交给贵惠之外 还想知道 伟乡主对于贵惠和毕府之间的纠纷 能不能承担 应该没问题吧 不过呢 你知道了 我行走江湖的经验尚浅 小事绝对没问题 但是如果大事嘛 不如坐下来慢慢谈了 既然为乡主不能承担的话 就麻烦你带个口训给令师 陈总舵主前来交代一下 家兄被徐大哥所杀之事 绝不能就此罢休 不错 希望陈总舵主 家临 使这件事早日有个了断 小公爷 你将我从吴英雄的手上救出来 免受折辱 在下非常之感激 但是 白大侠乃在下失手所伤 九营 我这条老命来抵偿好了 你 徐大哥 徐大哥 不会吧 你把年纪了还这么大伙 为乡主 我 我是乡主 你不是 我说的话你要听 不然我就把你踢出天地会 是 把刀放下 来来来 属下远听 为乡主吩咐 来来 徐大哥收拾一下 来来 徐大哥收拾一下 来来 小公爷 白大侠不该死呢 也已经死了 就算赔上徐大哥的命呢 白大侠也不会复活了 明明知道是亏本生意 还真是不会做了 不知道你要 这也实在费便宜他了 便宜 那就要看看 用什么跟你们交换了 小公爷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闻 昨晚皇宫抓住几个刺客呢 刺客 有这种事 我有位堵桌上的朋友呢 他在宫中办事的 他说昨晚皇宫抓住几个刺客 他们还招供 是沐王府小公爷的得力助手呢 不会不会 沐王府的人向来都是循规蹈矩 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吴英雄现在在京城 说不定是他派人做的 是吗 我还以为是贵府的英雄好汉呢 我还叫我朋友多多关照呢 原来是吴桑贵那个卖国贼的手下 好 我回去叫我朋友多多折磨他们才行 为乡主 我刚才所说只不过是推测之言 我可以做准的 他们有胆量入宫行刺 亦不是为英雄好汉 如果为乡主能和贵友说一声 多加照顾的话 也是一件好事 那倒是 可惜 他们又不是贵府的英雄好汉 不然的话 我叫我朋友救出来一个半个的也好啊 那就可以抵偿徐大哥杀死白大侠的事了 对吧 为乡主 虽然我们不知道刺客是哪一路的 但是行刺达子皇帝 必定是同道中人 如果为乡主能设法尽量相救的话 不论成败与否 那徐师父和白大侠的事 我们以后绝不追究 等我想想啊 好吧 这一言为你的听了 你说什么 徐天川被人救走了 是谁干的 回小王爷 是沐王府的人 又是沐王府 岂有此理 上次那边人蓝图结结 差点误了大事 我特地派人去掳走徐天川 想挑起沐王府和天津会的仇恨 让他们自相残杀 哪知道你连一个人也看不住 是非之没用 非之一时是之 以至功败垂成 望小王爷恕罪 你最好马上想个办法 怎么对付他们 不然的话 我就打断你的狗腿 是 非之马上去办 乖公公 你现在才来啊 皇上要见你啊 知不知道什么事啊 不知道什么事啊 不过已经传召了你几次了 好像有急事啊 各位公公 皇上现在在尚书房呢 你这小子去哪儿了 刺客胆打妄为 如果不将他们一网打尽呢 将来又进宫闹事 围急皇上 所以我出了宫 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刺客和余党的消息 好像他们一网打尽 是 那你现在找到什么消息了 没有 找了半天也没有 不过明天再找吧 不用了 你到处瞎找 怎么会找得到呢 那皇上想的办法 不错 朕要你马上放了刺客 放了他们 是 朕已经想过 这几个刺客只不过是小鱼 放了他们 放长线 钓大鱼 哇 皇上果然聪明 想出这么一个绝世妙计 剩过三个诸葛亮啊 行了行了 你先别高兴了 愿让他们相信 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怎么办 朕 让你扮成他们的同道中人 越像越好 必要的时候 在他们面前 杀几个侍卫 哇 宫中侍卫武功高强啊 只有他们杀我 没有我杀他们啊 所以朕就叫你想办法吧 朕也知道很危险 所以朕 已经吩咐了多龙 多找个人来帮你 总之 你自己随机用便吧 是 皇上 小贵子 你替朕办完此事之后 这会重重有赏 你想要什么 不用了 只要这件事办成之后 皇上一定会开心 只要皇上开心 就比任何赏赐都好 小贵子 可惜你是个小太监 不然的话 朕一定会封个大官给你做 多谢皇上 皇上 大官呢 奴才不想做 只想皇上 答应奴才一个请求 你说出来听听 奴才忠心耿耿为皇上办事 万一将来激怒了皇上 希望皇上饶奴才一命 不要把奴才的头砍下来 哎 你要是忠心为朕败事 朕又怎么会无缘无故赶紧头呢 那 皇上尽口啊 一言即出 就什么麻也难追了 什么麻也难追 什么麻也难追 这 我们是平行王府的人 那 不错 我们是平行王府的人 不要打了 多大哥 我想亲自审问他们 你先出去吧 好 你说你们是平行王府的人 那我 就是沐王府的女婿了 这么面熟啊 在哪见过啊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姓刘的 沐王府的人吧 狗太监 你认错人了 他不是姓刘的 他姓夏 他是平行王的女婿 夏国庄的亲侄子 是吗 那没办法了 我受人所托 来救一个叫刘依昭的人 你说谁所托 我朋友 姓沐的 沐小公爷你都不认识啊 那接下来的两招 你就该知道了吧 第一招 高山流水 第二招 横扫千军 好招吧 这些招式 是谁交给你的 我老婆 太极哪有老婆 你个傻瓜 有人啃架就自然有了 不话告诉你啊 我老婆姓风 三名一个仪 你胡扯 我没胡扯 他本来是不肯嫁给我的 他说他和他师兄刘依舟 已经有婚约了 只可惜那个刘依舟 不思仗尽 靠谁不好 竟然投靠大汉奸 吴桑贵 方姑娘的面目自然无光了 于是就改嫁我了 叫那个刘依舟素贵蛋吗 你 你不用你你你我我他他他他 你真的不是刘依舟啊 那没办法了 回去跟方姑娘说 今儿跟她拜堂成亲 别走 我就是不要上单啊 刚才有人给我们送饭来了 可是我们不敢开门呢 幸好还有一点糕点啊 哎呀可怜了 饿坏我的好妹妹和大老婆了 你 等急了吧 告诉你们一个好将军 算我不走运 你那个刘师兄还没死 真的 那就真是谢天谢地了 那先别开心啊 虽然他现在还没死 他被一拳侍卫抓住 似是迟早的事 贵大哥 你能不能帮我救刘师兄出去啊 我 那他朝廷的侵犯呀 万一被官府查到 不止我呀 我一个祖父 两个祖母 三个爹 四个娘 五个姐姐六个哥 七个表姐八个表哥 九个姨妈 十个姑姑 全都要死啊 到时候谁来救我呀 全家 建阴罗王啊 我都知道很难的 可是如果刘师兄死了 我也不想活了 大家认命了 师姐 师姐啊 你别哭了 贵大哥 好了好了 你别哭了 我最怕女人哭了 我答应你 帮你救刘师兄 那我都说贵大哥是好人吧 可是先别高兴啊 我有条件的 我救不了你的刘师兄呢 就只好一辈子跟着你做牛做马 可是我要救出刘师兄 你要答应嫁给我 一辈子做我老婆 你这么坏啊 这不是成人之威吗 我不是坏啊 条件开出来了 答不答应有你 好 我答应你 只要你能将刘师兄平安救出 我就一生一世服侍你 哇 你说着玩啊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呀 万一我救持刘师兄你反悔怎么办 别像上次那样啊 你刀我踏一剑的 把我都成一块块的 倒是不踏子是我死啊 那你要怎么样才相信我 吴飞 你发誓 好 皇天在上 如果贵公公能将刘师兄平安救出 小女子方仪一定会下嫁给贵公公为妻 一生对丈夫忠贞不二 如有一心 让我万劫永不超生 行行行行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我一定帮你救出刘师兄啊 你先坐下先坐下 好妹妹 不知道你有没有欣赏人呀 没有啊干什么 可惜 真是可惜 可惜什么 你要是有欣赏人的话 我也救回来 那你不就可以做我的小老婆 你想的没啊 有我师姐一个还不够啊 还这么贪心 孤语有云 窈窕淑女金子好球嘛 对了 跟你刘师兄一起的呢 还有两个人啊 一个呢四五十岁 他的头呢老是摇啊摇啊摇的 是吴师叔 吴师叔 还有一个 是个老头 他的胡子很长的 是师父啊 师父他老人家还没死呢 哦 那你师父师叔叫什么名字啊 我师父呢叫柳大红 外号铁背苍龙 吴师叔呢叫吴立山 外号摇头狮子啊 摇头狮子 嘿 这没起作名字 不论人家说什么呀 他的头总是那么摇啊摇啊摇啊 贵大哥啊 我求求你了 你救刘师兄的时候 顺便救出我师叔和师父嘛 无所谓了 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对了 呃 不知道你那师父师叔有什么老婆呀 或者是情人之类的人呐 萌玉我干什么 哎 如果有呢 我就问问他们 可不敢做我的老婆嘛 你明白吗 你 哇 妙极了 妙极了 哼 你的嘴再这么不干不计 我就杀了你 嘿 我该该骂 哦 你们吃醋了 大老婆吃我醋 小老婆也吃我醋 嗯 什么 你叫我什么 信不信我踢你呀 对呀 大老婆踢给我一只 小老婆应该再踢给我一只 才公平的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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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婆 对不起啊 我只是轻轻的 你怎么样啊 不关你的事 是太后那个老贱人打了我三掌 那伤又发作了 那怎么办啊 不用吧 没事 对了 你写一封信 我交给你刘师兄 他才会相信我肯跟我走的 我也不知道写什么好 随便你写什么 反正我不识字 你不识字 你骗我 我要骗你 就不是你老公属龟公 师姐啊 你不要哭了 哎呀 好了好了 别哭了 大不了我把刘一舟救出来 送你们出去让你们成亲 反正我中了老贱人三掌 也活不了多久了 你这心既然向着他 我迟早会戴立帽子的 立帽子我可戴不惯 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吧 都怪自己不好 学人家当什么英雄啊 好了现在 好好的一个老婆就这么送给人家了 贵公公走 多总管他已经跟我 多总管全都告诉你了 是啊 多总管已经 已经天丁万主 叫小的 一定要听从贵公公的吩咐 那麻烦张大哥 你快给我找十斤八斤的蒙汗药回来 你要这么多蒙汗药干什么 你先别问了 总之快点帮我半斗 快去快回 你们都出去 是 狗太监 看什么 我们为平溪王而死 流芳百世 胜过你们这些 做达子奴才的千百倍 做穆王府的手下呢 就流芳百世 做平溪王的走狗呢 恐怕一臭万年嘛 皇上已经下旨了 待会儿押你们出去斩首 怕怕死啊 不要 我们不是吴三贵的人 公公 你认得我呢 我知道 我知道以前得罪了你 你大人有大量 别怪六亿洲 畜生 你说什么 公公 你说过的 你说穆小公也所托 救我们出去 请你救我们出去吧 不要刑嫌他呀 他骗你这 摇头狮子吴大叔 别在这摇头了 你 这位是铁背苍龙刘老英雄 是穆小公义的师父吗 这里有封信 你自己慢慢看 刘师兄 贵公公乃我背中人一搏云天 甘冒起血 前来相救 勿请听贵公公指示 求托虎口 弥上 是方师妹的笔记 上面还有穆王府的暗号 公公没骗我们 公公 请问方师妹在哪儿 她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你放心吧 我把你救出去之后 自然会带你去见她 公公大恩大德 我们毕生难忘 是 公公 请问高姓大明啊 我的见名那就别提了 不过江湖上 鼎鼎大名叱咤风云 天梯会青木堂围乡主 是我朋友 是他叫我救你们出去的 不然这样 刚才老夫出言冒犯 还望阁下不要见怪 吴大叔 你狮死如归是大英雄 我怎么会怪你呢 如今目前最要紧的就是想想 怎么救你们出去才行 公公想出的必定是妙计 我们一定提从吩咐 慢着 我一时之间还没想到呢 最好就是用迷魂药迷倒那些侍卫 也不用伤那么多人命了 喂 贵公公 奴太真是没面目见你 我一时之间呢 没办法找到那么多蒙汉药啊 这里呢只有五斤啊 不过 已经足够迷死三只五斤人了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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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啊 张大哥 真是不好意思 整天有麻烦你们 真是的 哪儿的话 我们所有的兄弟 都很乐意为贵公公 想全马之牢的 喂喂 你有什么事的话呢 尽管吩咐 那正好 麻烦你马上吩咐厨房 做几个上老的韭菜 我要跟兄弟们喝个痛快 所以我整天跟兄弟们说 我说只要能跟着贵公公 一辈子都不会受穷 不应受穷 我现在就去 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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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突然想起来呀 你去将韭菜放在牢房里 干嘛呢 因为想让刺客 有的看没的吃 让他馋个饱好不好 好主意好主意 我立即去办 立即去办 立即去办 想不想喝酒啊 想不想喝一点 看来你是很想喝了 喝就喝 就算穿肠毒药 老子也不怕 我偏偏不给你喝 怎么样 来 我给大家添酒啊 太客气了吧 贵公公要劳烦你了 真是的 正所谓有了贵公公啊 生活就很轻松了 大家兄弟 秦晓富贵吧 谢谢 谢谢 来 大家干杯 来 干杯 干杯啊 小贵子 咱们在这儿太后有旨 太后有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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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贵子立即去见太后 是 领旨 这位姑姑贵姓啊 好像没见过你啊 我信董 太后找到你一早上了 还不快去 是 哦 哦 原来你们在这儿喝酒啊 小贵子 还好叫你掌管上山间 你居然假公济私 跟他们躲到这儿偷偷地喝酒 公公 你误会了 这些侍卫捉贼有功 是皇上叫我来犒赏三军的 是啊 是 是 这是相请不如偶遇 三位公公 一起过来喝一杯啊 来来来来 哼 我不喝酒的 公公 你这样不是不给我们大家面子吗 你说是不是啊 是 董公公啊 做人哪最好 能瞎蒙就瞎蒙 生活尽量放轻松嘛 来来来 我敬董公公一杯 来来来 敬董公公 喝完这杯酒之后 你第一句去见太后 知不知道啊 对啊 这样就对了吧 公公公 来来三位公公一起干一杯 来来来来 敬董公公一杯 敬董公公一杯啊 来来来来 敬董公公 吃点东西好不好 够了小贵子 太后传着的人 在宫中有哪个雾马是飞过去的 你还在这儿 你 董公公啊 公公 这边太后叫你来毒害我们的 哎呀 晕了晕了晕了 晕了 晕了 来来来 多谢相救 不用客气 先别说了 多谢相救 快走吧 来 各位公公 我叫你送一只上等的猪给我 你就送这只 生过十几窝的母猪给我 你是不是不想吃饭了 这只猪啊 恐怕过了头气了吧 这种猪啊 拿去做肥料也没人要 还不快抬走 是是是 是 两位大哥 这位公公 给我把她押出去 是 都给我站住 来 是公主啊 千万小心别抬头啊 师父 有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洗致公主出去 不要 这样会害死贵公公的 不错 你咒 千万不要乱来啊 奴才参见公主 小贵子 你今天死到哪儿去 统回去跟我玩 不行啊 我替皇上办事 办好了再跟你玩啊 拜什么不用拜 马上跟我走 我有皇上圣旨 我不能想看啊 小心啊公主 公主 你的差 你还挺机灵聪明的啊 既然小贵子没空陪我 来 我带你进口 来 公主 小贵子 你拜完事就快点来找我 不然的话别怪我 对你不客气啊 来 别害臊了 叫什么名字啊 啊 小春 小春子啊 名字挺好听的 你娘给你取的 两位大哥 给我把他押出去 我会想办法 是 进宫多久了 喂 你说话啊 问你不空兄 干嘛 现在本宫很可怕吧 抬起头来看着我 你这给死的 哎呀 家手 你不是公公 你这个狗猎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办公公 有什么面貌 有几个东西 快跟我说 你不说小春 你不说我 就把你仙上突出来的东西切醒了 然后撒把盐 烫死你 看看 放 Dre 好好啊 不说不说她 不说呢 我可打败了 你老婆 不要 放过我 你放我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头顶一片天 无限快意到目前 微笑寒寒今朝 天也送人远 年轻的野心 尚是战性自然 随意试试伸手 接受挑战 但若想要顶峰 心境已浅跌 从前无收拾我